哈囉我是火龍 這個影片是教 1.8.1之後 1.8.2 1.8.3 1.8.4 目前沒有 Forge模組 就是可以載入 MOD 模組 現在要裝中文的輸入 在巴哈的版上 有一個 1.8.4到1.8.7的中文輸入 這是到 大陸的論壇去下載 這邊 就會連結 連結到這邊 這邊之後會有 下載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版本 1.8.4到1.8.7的 這個就可以下載 可是你要先註冊他的 會員才能進來 那就先下載下來 這個補丁 再來就是 你的Minecraft 你要進到這個 Minecraft資料夾 你會找到這一個 Versions 這個 這個就是所有版本的位置 這所有版本的位置 然後你在 看你要從1.8.4之後的 我隨便拿一個示範 1.8.6這個好了 那我先有跑過一次了 所以會有這個檔案出來 好這1.8.6的 然後先複製一個起來 複製 好 我先把這個改成 1.8.6然後 TW好了這樣 好 那這個記得 先複製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也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樣 然後這個下面這個檔案也是一樣 好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檔案 你最好是要把它變成一個 資料 那個文件資料 如果你有這個內容在變更 然後你選一下你的 看你裡面有什麼文件資料 你可能用記事本就可以了 那我有安裝這個 NOTEPAD這個 這個處理文件的 你變更之後就可以進來 可以修改 修改這個地方 ID這個位置 把這個位置 改成這樣 我剛才 取的這個名稱 就是 用這個 有一個空格 既然有空格的話 就空格一樣了 就這樣 有空格 記得 好 是這樣 OK 那好了之後 就記得存檔 存檔之後 先出來 就這樣 這樣就有一個 1.8.6 TW 這個地方 好 那你記得 這一個 如果你要安裝有一個 RAR的壓縮檔 壓縮程式 那你必須用打開的方式 開啟這個 RAR壓縮工具 打開之後就會看到裡面一堆檔案 那這時候必須先 把這個 你剛才下載好的 這個補丁 把這個檔案 這個CLASS這個檔案 拖過來這一個 地方 然後他會 確定 確定了之後 記得把這一個 刪除掉 這個要刪除 這個記得 這有一個刪除 就點一下好了 好 刪除掉了 OK 那 這個動作就 完成了 完成了之後 這個 地方再來開 登錄器 打開你的 Minecraft登錄器 現在要切換版本 點這個地方 然後我是用 成這個 1.8.6.T 這個 TW 好 確定 好 現在 切進來看看 進去 這個 單人 裡面看看 是不是 中文輸入 可以使用 如果有那個Forge那個模組 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進來 單人 好 現在來試試看 是不是可以 輸入中文 輸 入 可以 好 那來看一下告示牌 1.8.6 中文 中文 OK 成功了 好 這就是 1.8.6 那你1.8.7最新的也可以啦 那 就是 用這個方法來 放入那個檔案 就可以 輸入中文 對 那 有點複雜啦 但是 操作起來是沒什麼困難 對 那 就是 交到這邊啊 這個影片 那就 照這個方法 你就可以使用中文輸入 沒有那個Forge那個模組 拜拜